出席论坛的主讲嘉宾包括美国前驻北约大使库尔特·沃克尔·杰克共和国驻美国大使彼得·甘达洛维奇,原美国学字连领导人韩联潮博士,以及美国查普曼大学教授詹姆斯·克伊。 库尔特·沃克尔大使首先回顾了冷战结束之后的形势,他说, 当柏林墙1989年倒塌之时,我们原以为对我们安全的最大威胁已经消失,我们不用再担心苏联的极权政权,我们也不必再担心人们不能自由地获取信息,因为一切都开放了,我们知道,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也在开放,我们也看到了不少原东欧国家相继加入了欧盟以及北约, 所以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一趋势会继续发展下去,有人甚至认为,自由、民主、法治、自由经济、人权等理念终于胜利了。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出现几乎同时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并且为全球化提供了方便。 人们另外一种假设就是,媒体呈现了原本的面貌,报纸和电视都按其规律运行,然而事实表明,原来这些假设都是错误的。 沃尔克大师表示,前苏联不在了,并不意味着安全隐患就此消失了,也不意味着对自由构成的挑战消失了,以及有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的现象也就此消失了。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和我们原来的构想完全不同。 捷克共和国驻美大使在发言中提到,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伴随着媒体战。 他说,当然,战争并不只限于顿涅斯克等地,媒体战随处可见,实际上存在两个战场,首先在俄罗斯境内。 俄罗斯媒体所报道的内容充满了不实之词以及偏见甚至谎言。 他们将一些不实的消息用娱乐的方式进行包装以骗取人们的信任。 韩联潮博士在发言时分析了中国政府对待信息的几种方式,说中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首先阻止外部消息流入境内。 其次,利用各种手段控制中国境内的外国媒体,使其只报道对中国有利的消息。 克一教授从实力这一角度分析了当下的形势。 他说,传统意义上讲,我们在讨论实力时都是指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而往往忽视了意识形态的实力。 而美国在这方面是有充分潜力的,但是自从冷战结束后,美国单方面的放弃了意识形态的实力。 美国慢慢的而且还继续放弃意识形态方面的实力,而这一实力却帮助美国赢得了冷战。 主办这次论坛的布拉格自由基金会在一份声明中提到,莫斯科和北京的极权政权正在利用资金充足的优势对美国展开灵力的宣传攻势, 试图按照其自身的意图左右国际舆论,同时挑战个人自由以及公开透明的原则。 这两个极权政权在海外大肆扩张的同时,在其国内则加强对信息自由流通的管制,并且试图扼杀国内的反对声音。 在两个小时的研讨会上,多位主讲人就俄罗斯和中国在外宣方面的做法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如同主办单位布拉格自由基金会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在传播公共信息方面远不如二战以及冷战时期那样成功。 美国目前似乎并没有适应这一新的媒体环境。 虽然美国也在力图改善公共信息传播系统,但是在开发和利用现有技术并鼓励集权政权统治下,人们之间以及与外界自由交流方面仍有待提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嘉远,美国圣地雅各报道。